关键字来实作界面 如果实作界面不止一个的话 中间的逗号分开来 那这样类别呢 宣告 需要实作的界面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 有implement 这哪一个界面的话 那界面里面有 有这个建立的方法 你就要实作出来 就是在界面里面没有实作任何程式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实作了它 那你就要把程式写出来 所以基本上界面有点像 我就大概定义出一个轮廓 那里面要怎么做的话 你们自己去发挥 就好像我今天出了一个题目 我今天要什么东西 里面我不告诉你怎么做 我只给你题目嘛 你后面你自己去发挥 可能A发挥是这样 B发挥是这样 每个人发挥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界面的话 就是一个共通的 那是一个共通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轮廓 然后面自己要去实作出来 所以叫实作界面 OK那这里的话我举个例子 这边的话我们就大概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好了 这个地方 等一下的话 各位可以一样建立一个专案名称 专案名称的话就是 五之二 五之二 那五之二的这一个范例呢 如果今天第一行 对不对 所以你在coding的时候就是 先建立一个class 那class的开头 第一个就是我建立一个什么 interface 那这个interface的话 interface 记得界面就一定是interface开头 对不对 然后开头后面加上一个I-ary 就是我这个的界面名称 就叫做I-ary 然后呢再来 这边这个名称 记得关键是interface 不是class 前面我们建class就classperson 那这边是interface 那里面的话我宣告一个常数 叫做什么 叫做final double 它的名称叫pi 然后给它一个词 那再一个什么 void 小瓜糊 因为完全不需要做程式嘛 就像我今天丢题目给你们 我也没给你们答案 就是告诉你题目是这样子 ok 好 你这里面要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今天如果说 我这个class cycle 它怎么呢 implements I-ary 就是因为我实作了 记得关键字不是intense 前面我们是intense 是intense的类别 那如果后面是界面的话 是叫做什么 叫做implements 这个地方要记下来 这个也是keyword的 然后呢 因为我实作了这个 所以将来我一定要实作什么呢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一定要实作 所以这个方法我一定要在哪里呢 在我这个里面做 那做什么事情呢 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啦 反正你就给我 就像我今天丢个题目给你 你就会给我个答案 那这里它做一个什么呢 system.print print line 怎么呢 print什么呢 就是圆面积等于这个 pi乘上r乘上r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存取什么 常数 那因为我有实作它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存取得到什么 pi这个词 所以这边有个pi 所以呢 我可以转到